花钱也买不到 组底炮如何破 先忍止路 好吧 一会儿该下播了 该缓一缓休息 炮二屏三 炮二屏五 这个想学习这个组底炮啊 首先第一步要做的就是 先要弄清楚 摆哪个中炮 它有什么区别 这点要先弄清楚 它摆右边的炮呢 我们这个黑旗啊 也有很多走法 但是飞向这部旗呢 是很多职业洗手 公认的 交为理想的一部旗 因为它这个旗呢 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啊 这个过程呢 我们也记录到课程里面了 比如说早期的时候 都是跳马 还有摆中炮的 是不是 都是可以选择的 但是这个跳马和摆中炮呢 这些阵型啊 多少都会有一些问题 它的单马手足 中路啊 总是不稳 那这个飞向 简单来讲啊 它是一种思路 既然这个中足保不住 我就不保了 是不是 先飞一部像 又是你打兵 对吧 一会儿呢 可以利用这个连弯炮 进行防御 这连弯炮的防御是很强的 这个族呢 也不怕你打 虽然说它也是一种走法 你打呢 我就补一个试 下一手旗呢 马尔进四灯炮 这就要利用 对不对 灯完炮之后出狙 你吃过一个族 我出的速度快 这个局面呢 可以说是各有千秋 这就是黑方的一种设想 这叫以柔克钢 你不打呢 一会儿我就冲三足 反击你 对吧 所以说这个布阵的形式啊 它是里面呢 有很多技巧和这个基础知识 要学习的 当然对于我们这个职业系组来讲啊 这些东西都已经知道了 对于咱们的业余朋友们来讲呢 你要想学习这些招数啊 就必须了解 它这种走法的特点啊 包括这种布阵形式 是不是 是怎么来的 得先了解这一个 那红旗呢 它实际上是走了一个马尔进三 对吧 正常出子 其实这个红旗它有很多选择 它每一种正式的选择啊 这个方法和出子形式都不一样 比如说红旗还出现了捕士 跳边马 包括飞边向等等走法 不过这几步骑呢 都有个共同之处 什么共同之处呢 就是防止我冲足 上马呢 就是要放我的足过去 是吧 它这个思路是有相同之处的 不过这几步骑都有区别 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就比如说这个跳马吧 跳马这步骑呢 它就可以阻止我这个冲足的反击 比较稳健 但是话说回来了 你稳了 我也稳了 对不对 你这个编马定型过早 你将来这个就失去了跳正马的机会 那我就可以顺利的出左边词啊 比如说马八进七 出G908 是不是正常开动子力就是了 那我们这个足里方的目的就达到了 是不是 那也可以考虑走一步G901 这两步骑呢 都是在这个飞向的阵型里面经常出现的骑 G901呢 准备G90平次 这个战场啊 就在右边 对吧 所以这是两种出自方式 都是可以的 另外呢 它捕势的目的呢 也是如此 也是要限制你冲足 可是这个捕势和跳马 它是有区别的 你现在冲足 它是你拱了 你打掉它 它打连马 你这个炮的位置有点难受啊 下步要平均再抓你啊 你吃个象 让人家过个冰 而且这个黑帮的出的速度很慢 这种骑呢 未必见得有利 是不是 所以这个骑是不能拱的 但是不能拱 它将来就有可能会挑正马 或者是凭视角炮 再挑正马 它和这个挑马的区别就在于 它保留了挑正马的可能性 那这个正马和编马有什么不同呢 这就是布局的起理 基本功 你得了解它这个正马和编马的区别 正马的攻击力强啊 对吧 它将来要从中路进攻你啊 编马很弱呀 它就算跳边路 拱边足 这个编马的路线也很窄 所以这就是红旗的一个设想 它希望能降低你足力炮的效率 同时找机会凭视角炮 把正马跳起来 它的阵型结果非常协调 但问题是 你补一个式 也容易影响出子的速度啊 比如说你的局就会慢一步 是吧 我就可以提前上马 你再上呢 我就出局了 是不是 你再出局呢 我就有可能会给你封住了 我不让你出了 你的局就走不到巡轻线或者兵线了 对吧 所以说它每一种阵势 它都有力有弊 将来红旗呢 评个视角画 跳个正马 那红旗的局呢 就有可能会被封锁 这就是布局的 它的一个特点所在 那包括这个飞边向啊 也是这么一个思路 飞边向呢 它还是保留了 跳拐脚马的可能性 使这个巴鲁马呢 更加灵活 同时呢 又降低了你足力炮 充足的这个反击 是不是 一会儿呢 考虑跳边马 和刚才那个 捕士的道理啊 差不了多少 相对来说 比捕士呢 更加灵活一些 但是你飞个边向 一样 你右边子还是慢 我也可以正常跳马 是不是 你跳马我出狙 你出狙我又给你封住 对不对 我就不让你出去 你拱足 我打你边的足一会儿 你不拱 一会儿就拱起来 所以说这个下棋啊 你不可能什么都站 你又想调整阵型 你又想出狙 那不可能 都让你站了 那人家怎么下呢 对吧 所以任何一种开局啊 它都是有力有弊 有优点 也变有缺点 一定要掌握这个道理 和这个理论 你掌握不住这个理论 你就会失去平衡 明白这个意思吧 什么都让人家站了 实战中呢 它是走一个马尔进三 它马尔进三 我肯定要冲它呀 足底炮 一旦有机会 一定要冲足 发挥这个足底炮的威力 这就形成一个 我们过一个足 它呢 出的速度快 这么一个两分局势 然后我们接下来 G9101 这部起横拘呢 是很关键的一部起 起横拘 战拘累到 是不是 加强右侧的防守 这是从理论上来讲 从战术上来看呢 它可以快速的升至兵线 然后顺势跳起拐脚马 将来可以跳马打拘 这是从战术上来看 它是符合起理的 因为这个战场就在右边 这个事项 补哪边 往往战场就在哪边 这又是一个布局起 其实这些理论呢 都藏在我们这个 布局的阵势当中 如果你要是当初飞的左向 那就起右边的横拘 这个事项 就像两件衣服一样 你一旦穿上 就会抱住你的正面和背面 那么这个对手呢 他如果是个高手的话 他就会有意识的 往你这个方向去运子 有的朋友说 他不按照说的走怎么办 你不按照说的走可以 但是你这个棋局呢 有可能会受牵制 或者是吃亏 打个比方 比如说你跳个鞭马 出个直居 看似也是出子 但你这个出子 就缺少针对性 那红旗呢 他就有可能会进去吃你的兵 这个兵一旦被吃掉 不仅把你的兵消灭了 而且还牵住你的子弟 你的中毒还不稳 对不对 那你左居就算出去了 你的兵被吃了 这很可惜啊 这是白丢的呀 你这拱着两屋兵也白费了 那如果说你要是往下跑 那就红旗会利用你啊 跑八戒啊 你看 你的出子速度慢 是不是容易受到红旗的攻击呢 这要等你的足 你跑跑 你再跑 那一会儿我要施展战术了 打狙 你怎么弄啊 平鞭炮 把炮给你砍了 是不是 跳鞭马 打一枪 又打鞭炮 是不是又打 对吧 我们之前给大家演示过 这个战术是不是就会产生了 当然我们是既性发挥啊 没有人这样下 我们通过这个一个既性的发挥 就告诉大家一个什么道理呢 你出子不合理 就容易被红旗所利用 是不是你没有针对性 一旦让对手轻易的实现自己的想法和计划 你必然吃亏 所以说这个黑鞠呢 它起一步 它就具有这个针对性 起一步 是什么意思呢 加强右侧的防守 比如说鞠右近一 先起一步 如果说你此时再去吃我的冰 我的冰呢 我不往下拱了 我赶快把这个晾出来 晾出来之后呢 就算这个冰被吃掉 我点到冰线 我的阵型不会有任何问题 下步马尔进四 你虽然把我的冰吃了 可是我的阵型也调整好了 我的右侧也安全了 双方充其量 就是打成个平手 是不是 你出局 我就马尔进四 跳起来 下一步 局一平二 马八进九 再把编马跳起来 阵型就非常协调了 我们的弱点就会越来越少 这就是布局的 它的一个合理之处 它有自己的思路 有自己的出此方式 对不对 有针对性 你不按照我说的走 那你就会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棋呢 它没有这样下 它是打了我一部中足 打中足呢 它可以起到 阻止我左局过攻的目的 但是我刚才给大家讲了 你打完之后 接下来 这个跳马灯泡这部先手 就必须得应对 这也是当初黑棋 它飞向了一个基本 基本的道理 只要你打 必然会受到我二的马的利用 关键是你这个炮的位置 你可以仔细的看一看 没有好位置 退一步 又要上马灯你 对吧 退两步 又要受到我过后度的威胁 所以说你打完我的兵之后 这个棋呢 就容易被我利用 但是打兵行不行呢 也可以 这里面它有战术搭配 但是你得懂这个战术搭配是什么 比如说打完兵之后 我该怎么去处理这招马尔金斯 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好的方式 这个打兵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兵武精一 兵武精一就是在当前军院下 比较好的一部棋 它可以解决你这个灯泡的问题 不用躲炮 又可以顺势过兵 下部呢 它可以马三进五 是不是 拓展自己的这个盘斗马攻势 这个棋就和大中兵搭配起来了 这就属于一个比较协调的一个开局了 也是流行开局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变化 就你每一招每一试 一定要有一个布局搭配 是不是 它这种走法特点 和你后面的走法要有连接 打完之后怎么办 一定要清楚 可惜这个对手呢 它对这个阵势不够了解 对这个骑行呢 也没有一个认识 走了一部炮八进六 企图呢 想阻止我的局 是不是 这就是属于没有用的骑 我正好上马 看起来子力受牵制 可是两步骑可以跑出去 这拐脚马很安全 根本攻不到啊 下一步骑九平六 就要进去抓马 你这个中炮就要被利用 那这部炮八进六就废了 因为你这个炮八进六 走完之后 后面没有人搭配 这就是一部废棋 那我的局一旦跑出去 这拐炮八进六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我构成任何牵制 又限制不了我出子 并且你的中炮和三个马 也爆出一些弱点 这就是布局你搭配的不好 你不符合棋底 所以说这个野鹿子和这个正规开局比一比 差太多了 里面的弱点太多了 是不是 他又走一个巨尔金斯吃兵 这就是乱套了 一吃九平六 敢吃吗 一吃 进去一吃马就要丢死 是不是 你不吃 你走什么呢 进去吃马要骚扰你 退去要杀中足 你的兵线不稳 还得补一个 你一补进去抓炮 不给你打变速的机会了 炮的位置呢 又不知道往哪躲 根本就没时间吃足 整个进炮进去的计划全是乱的 黑方呢 非常顺利的就把自己的阵型调整好了 并且获得了一个兵的优势 棋局呢 从这开始就朝着黑棋啊 有力的方向发展了 所以他这个布局呢 就是说他这种走法 就是属于怎么讲 没有什么想法 走一步看一步 这就说明这个对手啊 他没有学过这些东西 对这些东西呢 根本不清楚不了解 等他走到这个局面之后呢 他再去思考 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这些走法带有强制性 就算你能看出我的意图 到时候也晚了 所以很多时候呢 你不要等这个棋走背了 你再去琢磨 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这也是我为啥建议大家 多看看布局的原因 是吧 你的布局能先发制人 能压制对手 在终局做到的时候 你就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和发挥空间 如果你被对手压制 纵然你的终局力量很强 可能也很难发力 退两步 正常出子 是不是 阵型没有任何弱点了 他这个浸泡 是不是这副棋和起横局 全部没用了 没用了 我们子出去了 那我们多个组 他能好下吗 从现在开始 攻击就失去了攻击点了 不知道怎么攻 子力呢 也不知道怎么舒展 因为他走的废棋 太多了 而我们的棋呢 利用过个组 利用这个拐角码 不断的往前伸进 是不是 总能找到进攻的机会 虽然说是中局 走的也算凑合 但这个局面呢 我们始终占据优势 这一点大家承认吧 所以说这个先竹开局 它属于一个独立的布局体系 里面的套路呢 包括这个走法呀 也是有很复杂的东西的 包括这个像当头炮啊 像这个飞向局啊 骑马局啊 它们都属于独立的布局体系 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你要想学这个开局 必须得从根上 一步一步的 把前几步弄明白 然后深入了学习中局 前几步你弄明白 后面的你也不会明白 对不对 似懂非懂 那这个琴呢 你就运染不好 一旦脱了谱 就不知道怎么下 观看的人都走了是吧 走了没关系啊 这不是还是有很多人吗 是不是 能帮助一个是一个呀 是吧 阿免 我们职务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让大家提高吗 对不对 把我们所知道的知识 全部交给大家 大家提高了 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 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吧 后面的中局呢 大家都看到了 是吧 我们走的也不是特别严谨 但是这个布局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说你看完我讲之后呢 你哪怕不愿意看我呢 你回头看别人下棋 你也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走了 对吧 明白了 所以然 你将来再去提高 不是有帮助吗 要不然你看其一头雾水 都不知道人家什么意思 是吧 哗哗哗 赢了 你也不清楚 那是没有效果的 下班老朋友们 该休息了 现在下了三点了 今天呢 上来的也比较晚 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 点关注吧 好吧 到时候大家可以随时找到我 我们直播的时间呢 一般是早上 十点钟左右 有时候十点半 晚上呢 看情况 有时候八点多 周末呢 暂时不直播 周末我要去上课 好吧 多给大家讲解这些基础知识 这以后呢 你们学布局就轻松了 不用再去死记硬背了 我们这个课程 其实也讲得很清楚的 布局点通 专门发了好几节课 来讲解这个先知识 当然没有说 深入到特别复杂的中局 只是讲解了这个布局 这几步运子的方式 布阵形式 叶三杠一是吧 三杠一是叶三杠一是吧 不是深三吧 深三的话 交不了 叶三杠一的话 你可以看看我的布局点通 也可以从计算入手 刚才我说过了 就是说从这个计算 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啊 就是说你要是叶三以下 属于刚刚入门不久 对吧 如果你要是真叶三水平啊 入门不久的话 先从计算入手 就是说最低标准吧 你得先能看三步棋 我们通常讲三个回合 是不是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标准 做支撑的话 这个棋就会出现很多漏洞 甚至一步杀都看不到 所以这个作为入门选手啊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先要了解 各种杀法形式的特点 他用哪些杀法 用哪些进行形式 这是第一步要做的 第二步呢 要总结这个计算的规矩 对吧 要自己会算 第三步呢 要想办法运用到实战中去 能看三步棋 把这个阶段呢 先巩固好 这个进步就会很快 对吧 不用太长时间 如果你要是没有根基 没有根基的话 那就很长时间可能会停留 都不会进入 尤其是初学者 他有根基的还好 没有根基的特别难 因为很多知识你看不懂 很多棋也看不懂 就无法吸收 无法吸收 你怎么提高呢 是吧 不分阶段的课程 啥意思 讲整盘棋的什么 从头到尾 讲到书棋的 暂时还没有 我们一般都是分阶段的 有部局阶段 有中局阶段 都分得很清楚 全局这个东西呢 回头再说吧 是吧 讲了太多呢 它只具备欣赏性 不具备学习性 要想学习的话 还是分阶段 更加清楚 不累 学一点是一点 积累一点就多一点 这样的话更加轻松啊 好吧 有没有专讲杀棋的 我不知道你指的 这个专讲杀棋是什么意思 是指的人为的排局 还是实战中的杀棋 这个杀棋的形式有很多种啊 有在实战中形成的杀棋 也有这个杀法 是我们人为排好的排局 就有很多形式 包括基础残局 我们有一个基本功务训练课程 是讲这个简单的计算力的 就教给大家如何计算 有哪些杀法形式 有哪些战术形式 包括一些开局的简单的形式 最基础的东西 残局 暂时还没有 暂时还没有 自学到夜久 那确实难呀 那肯定难 是吧 有的时候受这个专业续组织组 还不是容易的 自己摸索的话 肯定会难一些 激进中兵 我们有课程啊 我们都有课程啊 激进中兵 牛头滚都有课程 你可以在我这个抖音橱窗里面 你在抖音里面搜索我一下 关注我一下 河南省象棋冠军黄南青 进入到我的这个橱窗里面 就能找到课程 好吧 行 今天就给大家收到这了 好